现在PS5又可以正常开机了 开机之后我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这里面没有光盘 特别安静 你们听 好像没有风扇 风扇没转 我不知道你们那儿 有PS5的同学是个什么情况 这个位置有一点温温的 但是贴耳朵是听不见声音的 上面有散热器 但是没有风吹出来 我不知道你们那儿是否有风吹出来 后面也没有风吹出来 但是能感觉到一点温温的热 特别安静 我感觉可能是风扇坏了 我估计用不了多久 就会异常关机 有这种可能 就是想和大家确认一下 你们那儿 PS5上面是否有风出来 在待机状态下 今天早上玩的时候还死期 今天白天一天都是断电状态 晚上回到家 测试了一下 玩游戏竟然没断电 后来玩的时候 我看见 我感觉到它后面能有风吹出来 是那种特别微弱的风 感觉像被动散热 比被动散热好一点 然后贴近耳朵听 也能听见一点点那种声音 但是特别小的声音 在玩游戏的时候 我开始以为好了 可以不用换了 但是呢 我一进原神 下载界面过后 没多久 它这个机器后面的热量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然后就崩溃了 掉电了 然后和之前一样了 我不知道一个正常的PS5的散热 应该是怎样的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是安静的 玩游戏的时候是怎样的 在没有盘的情况下 因为在有光盘的情况下 它这个声音特别大 根本听不到风扇的声音 所以向各位有PS5的同学求证一下 还有一个向大家求证 它那个机器竖质的状态 那个顶部是进风口还是出风口 在玩游戏的时候 它那个电源插座的那个位置 是出风 感觉到很热 但是顶部也不进风 也不出风 没感觉 你们那儿的也是这样的吗 欢迎评论 谢谢